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还是都堆积在这个里面 所以早些年甚至都听说过有人提出过那么一个设想 就是说炸开一个山口 愚公一山 不 炸开 炸开山口让这个风吹过去 这就所以说明这在我们那儿是个很老的问题 我就没见到多少天晴朗的天空 这次我感到这个很开心的是 首都也这样了 终于跟我们学庄人民同甘共苦了 对吧 而且现在大家都拿手机拍照 我有朋友拍的比较艺术 咱们可以办一下摄影展 他拍的这个看谁拍的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瞧 哇 这几天 不得了 北京 你再看下一遍 北京 这还是晴天 对吧 对对对 能见度你就能看得出来 太阳看上去像有毒的一样 你看有国化的意境啊 这些是刘白呀 是吧 这个米就是米家云山呢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 还不坏 还不坏 咱们再看看下个 从这个语文的角度呢 爱国进步 知道吗 这个敏住科学 民主科学 民主科学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很有才 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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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读一段 人家传给我的 六狗不见狗 狗说我才走 见神不见手 狗叫 这个读错了 洗澡不用挡 老天是屏障 错澡擒弯腰 肥皂看不到 然后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站在天安门前 看不见毛主席 不是人家现在说 不要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在半路上帝都的雾中走散 这样的 陶老师 你有什么感想 北望神州 我这个呢 我是看到了一则以洗一则以幽 就是说幽的呢 当然这个会形成就很大的 对我们人民百姓一个健康的问题 在洗的呢 像你刚才说 看见北京这墓这么大 你也高兴 我也高兴 为什么 这是大国崛起必经的阶段 就证明我们国家强了 为什么 你看我们老牌大英帝国 在这个19世纪 就在鸦片战争时期 他那个伦敦那个大物 物啊 那个也是 也是跟那个 那个天气那个有关 那个物啊 是种的那些人呢 看不到前面 有几个呢 在河边走 一脚 就他 他进的这个 太吾式河就淹死了 进的呢 他是老英国了 你看这法 你那时候还没你的吧 还没 最严重的1952年 12月5号 这个天气环境 跟现在北京差不多 也是一层 就非常的冷 冷而无风 那么一层大物 再加上那个烧煤球啊 英国的物是因为烧煤球 烧太多了 这个煤球的烟 跟那个自然的物 1952年 再加上这个汽车的废气 短短五天 死了一万两千人 这几天 我正还听一个朋友 这么问我 所以这个多难兴邦啊 对 这反动派的言论 一时难以辨认 是吧 不是 我这几天朋友 正也问我这个事 他说你不是去过英国吗 我整天夸英国的园林 英国空气好 他就说 他说在工业化早期 都经过这个阶段 他说但是英国 现在不是很好吗 他就问我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 中国也能够弄好 将来有一天 也能够弄到像英国一样吗 是啊 所以我都看了开心呢 对不对 1952年 那场物可不得了 你看你现在我们北京呢 就政府还叫人家 不要外出 那场物呢 那个物啊 人家在那个剧院里头 看那个歌剧 看到一半看不下去 那个物啊 从那个门缝进来了 钻进来了 一个舞台看得不清楚 然后那个歌剧要终止 你知道那是什么歌剧吗 茶花女 对了 观众看不见 看不见 像物又像花 没错 这几天北京都是嘛 他们就说那个 茶花女 那不就物理看花吗 物理看花 所以呢 有这个伦敦的经验 今天我看到这个北京这物 哎 我就有点担心了 你说天二门 广常看不到某主席像 你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 我们倒还真是有图为证 有当年1952的图片 我要给你看的是什么呢 后边还有三张我拍的图片 我在哪拍的 在爱丁堡 在苏格兰 我就想说呀 你就看到当年这种工业化的遗存 你再可以看看啊 这是刚才这个陶老师说的 哎 这也拍的很美 到1952年伦敦的那场独物啊 你再看下边 1952年 就像福尔摩斯帕 对对 你就知道福尔摩斯的电影是怎么出来的了哈 你再看下边啊 为什么我给你看爱丁堡 这爱丁堡一个著名建筑 爱丁堡的建筑我就发现都是黑了 熏的这么黑 你看 你再看下边 就熏的这么有黑 你再看下边 可是你看 今天英国的天气 即便有阴云有雾啊 可干净的气候就是透明的 它都是透明的 所以 为什么我给你看这个照片呢 我就问当地人我说怎么是黑的呢 是吧 他们讲啊 就是当年火车烧煤 你想英国工业化 那个时候是是是全球的航空母舰 到这个程度 所有的楼都熏成这么黑 到今天的古迹全被熏黑 但是今天他们的环境治理好了 空气很洁净 而且他们不会修复啊 把那个黑带 把那个用个白油啊 把它漆起来 不会这样 保留历史原貌 所以这个古籍呢 现在今天我国家很多 什么修旧如旧 你到新加坡 你游车水 那个房子 旧房子 一块红一块绿 到澳门那些老房子 也是这样 这个一点不专业 留下来 黑就黑 怕什么 保留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 这确实是这样 你知道雾跟霾 我觉得这次咱们 人民群众科普知识就有了 雾是什么呀 雾是水气 是水 但是这个霾呢 是干尘粒 就是那个美国大使馆 网图 PM2 颠覆我们的那个 那个恶毒证据 对不对 没错 那个就是就是霾 对不对 咱们现在超标 最高的时候 十倍 超标十倍了 已经到了什么 一千个毫克那么多 就是最高的时候 浮的 现在最大的疑问 最大的争议就是 这到底是天气原因 还是污染原因 这我告诉你有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跟天气有关系 就比如说出现一种天气啊 这个高空啊 温度这个热 低空温度冷 这样的话 你这个空气就不会上升 就全沉在这里 二一个就是汽车尾气 像英国那个就是烧煤 工业污染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又在产生 但是这些东西又风吹不走 又排不去 容易形成这个 所以今天那个北京啊 这个大物 跟当年1952年 就像这个话就说对了 性质不一样 为什么呢 1952年 那个主要是煤烟 今天北京那个呢 现在也不烧煤球 今天那种汽车 飞气啊 化学工创里头 那个东西 圈毒 这个圈啊 吸进去以后 经那个脑子 清理不掉 在血液里头 因为它成像 这个比重很大 到器官里头啊 你割出来 也没办法洗 所以种圈毒呢 有人说 会影响下一代的智商 人会越来越蠢 所以这个北京啊 这个大物 毒物 非得整治不可 人家英国呢 其实说1952年经验 1956年 马上就通过了这个 清洁空气法 到1968年再完善 禁止这个家居跟工厂 烧煤球 所以今天你看啊 气候清明了 英国气候真是清明 阳光了 看见阳光了 对对对 以前我们看那个狄更斯的什么 叫雾都孤儿嘛 Oliver Twist 确实狄更斯那个时候 雾也是很大 就是烧煤啊 所以这个经过19世纪 三十四十年代 一个雾结 然后到1952年 这么一个空气污染 这个雾结 以后通定斯通 现在你看到了英国啊 呼吸 伦敦的天是晴朗的天 什么雾都 不在了 没了 现在过去咱们这个歌中唱到 街坊去的天是晴朗的天 街坊去的人民好喜欢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善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析付款 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人礼物啊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国家级的规格 大师级的演出 零距离 免付费 专享殿堂级艺术表演 唯有此处 星光大剧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给你播报几个卡片 二十年再生出来吧 不然爹妈对不起你 随后 网友纷纷祝福 王石要当爹了